LAYO 聊世紀天天明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庫曼倫對上姚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紅牛杯的預選賽 這場比賽是紅牛杯預選賽 台灣的選手目前好像都已經落敗了 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些頂尖的選手 來看一下紅牛杯的預選賽有什麼特殊比賽吧 先來看一下庫曼倫 庫曼倫現在是在帝國戰爭模式 一樣封建時代開始就可以直接蓋TC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開局不到一分鐘 就敲下了這個TC 實現了這個TC高速開農的特性 庫曼倫他的比較特別的東西是 他封建時代可以蓋TC之外 馬舟、試鑑場造價也很便宜 而且工程器製造所呢 封建時代就可以製造衝車了 庫曼倫後期主要是打遊俠 跟大落馬還有槍兵為主 後期雖然有馬功 但是沒有三級射 所以馬功的話打清查還是比較給力一點的 打一般重裝馬功沒有三級射 射程還是有點悲劇喔 庫曼倫他的後期打法還是比較偏向遊俠主力 或草原騎兵作為主軸的打法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雅美尼亞人 雅美尼亞人特色呢是他的 這個伐木技術呢 跟挖金挖石喔 每點一次喔都會增加40%的工作效率喔 而且雅美尼亞人的寶兵單位喔 這個複合弓箭手可以無視對方裝甲進行攻擊喔 欸這邊看到兩邊對打就是雅美尼亞人贏了 雅美尼亞人也可以說是現在的海上霸主喔 因為他的銀罐技術呢 西里西亞艦隊喔 可以讓這個自爆船喔 可以大概讓他的範圍更廣喔 那在於後期的海戰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船艦的 到大後期喔大家都已經會出一些自爆船 想去炸對方的火戰船 所以這個銀罐科技呢就會顯得特別重要 那這個科技除此之外呢 還可以讓自己的投石車戰艦喔 增加一點射程喔 那雅美尼亞人雖然沒有火炮戰艦喔 但是他有這個投石車戰艦 然後又可以再增加他的射程喔 這個威力是非常猛的喔 那他的金罐呢 則是可以讓他的劍兵勇士喔 血量高達100dc喔 甚至比這個圍劍的步兵血量增傷還要更多喔 所以雅美尼亞人呢在海戰遇到的 呃圍劍人的時候有點算是死對頭 兩邊都是步兵特色加成喔 兩邊都是海軍文明喔 但這場比賽遇到的是雅美尼亞人對庫曼人喔 好我們來看這邊庫曼是雙TC開農 然後按了兩隻肉馬 過來想要抓村民 然後這裡用漁船卡位一下 哇這個很夠C夠C 居然用漁船直接卡住被攻擊的村民 這個細節真是不容易喔 好那現在庫曼人還沒有辦法點下城堡時代 不然是雅美尼亞人已經城堡時代了 這邊可以看到庫曼人這邊是開農的關係 所以村民處現在是暫時領先喔 而且是領先石村喔 關TC開農到這個時間點喔 就已經領先很多村民 好這邊先燒掉殘血的肉馬 還不錯 好再拉個村民過來扁一下這個火戰船 後面肉馬 小心一點 雅美尼亞人燒城堡時代 可以直接過來開TC 直接控制了中間的黃金礦 那為什麼這張地圖叫做黃金之柳啊 就是中間喔 這裡有非常大量的黃金喔 那待會雅美尼亞人直接點下 弩炮戰船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雅美尼亞人戰船喔 他的箭矢是兩發的 第一發是一般的傷害喔 第二發是一滴血的傷害喔 雅美尼亞人也會稱為海上霸主 也是有這個原因喔 天生自帶多一發的箭矢傷害喔 那這所謂擊殺城塔 所以這個箭矢傷害喔 到了後期喔也是挺有感的 所以也有人會說 他跟維京人的維京大戰船喔 對打的時候也不會輸的原因喔 就是這樣子喔 因為他弩炮戰船比戰船更便宜 好 而且雅美尼亞人後期還有自爆船跟頭石車戰船 所以雅美尼亞人的海戰是真的蠻難產的 而且後期還可以轉出生旅喔 他的生旅科技又是滿的 要招翔這些戰艦也不是問題 所以整體來說 雅美尼亞人是經濟好 然後生旅科技好 然後海戰又很不錯 然後他的缺點呢 是他的騎兵路線比較弱 但是說弱呢也是跟波蘭一樣喔 沒有三級馬鎧 然後是沒有大洛馬的波蘭 那本身的攻兵路線也是正常的 但是沒有拇指的話 比較可惜一點 但這個部分 這個細節部分呢 跟圍巾其實差不多的 所以有人說是雅美尼亞人喔 是生旅比較齊全的圍巾人 也有這種想法 好這邊雅美尼亞人開始在撿生物了 然後後方這裡還有幾個生物 可以再找個機會撿一下 那現在庫曼人生到城堡時代 終於點上去了 但聰明書已經差了有點多喔 64對47 現在庫曼人經濟領先 大約700左右的支援 600左右或700 好這裡有一隻槍名 直接走到了後面 看一下你TC的狀況 現在雅美尼亞人努力的在控戰艦 好庫曼人城堡時代已經點下了 林總跟一級馬海也點了 好來看一下庫曼 他會怎麼打城堡 好現在跟蹤技術也補下了 待會庫曼人就可以 這邊庫曼人4點輪軸加1弓 走馬海看來還是要走騎士 那這邊其實有個問題喔 如果河道沒有拿下來或是偷渡過去蓋馬舟的話 呃這個要路過可能還是會被打到殘屍喔 好結果在這邊開TC被抓包 被招搶了一隻村民 槍兵兩邊在互打 拉了一個奴號戰船過來 在這裡沒有要撤走的意思 反正再開始圍村民 把地村民又圍了起來這個細節太厲害了 庫曼 好大概拉了兩隻草原騎兵 過來解掉了生女 好那瑤明亞則是出了他的特色單位 戰鬥祭司 那戰鬥祭司呢他的傷害值喔跟騎士很像喔 而且還比騎士還多了11點傷害值 但確定是戰鬥祭司造價黃金非常貴喔 一隻60塊喔 但是肉腳要30 但移動輸出上的又沒有像騎士一樣那麼快喔 而且甚至很害怕肉馬的傷害喔 好那現在庫曼人草原騎兵 開始四處想要鑽洞打 現在亞美尼亞人3TC開農 好家裡的部分是繼續用TC防守 欸這裡打出了一個洞來 庫曼要衝進去嗎 直接再繼續補一個洞 好這時候這時候彈卡大可並沒有看到 哇這隻暴船炸了一下 直接噴血了 接下來炸死了蠻多的草維齊斃喔 這一波庫曼人有點小虧 但沒有關係可以點下帝龍時代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庫曼人帝龍時代 生的非常的早喔 那亞美尼亞則是點下了 你的複合弓箭手 好 那複合弓箭手的優點呢 是他的射擊喔 是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 但庫曼人的草原騎兵來說 本身的裝甲反而就不多了 這邊可以看到是天生一點的防禦而已 跟一般騎士來說 還是稍微差了一些 但是現在的草原騎兵喔 也比以前的草原喔 更加厲害了一點 以前是零點遠防喔 現在是有一點還算不錯 好那目前看到城堡 兩邊準備蓋了起來 霍曼人是點下了衝車三級 還有一二攻 待會還是要走草原路線 沒有要打算要轉遊俠的意思 或是轉青茶 那後期霍曼人打亞美尼亞的副手弓箭手 最好打法 我覺得還是遊俠最好 雖然也有青茶路線走 但如果對方只要不轉 槍兵或是轉這個 白血劍勇的話 青茶應該是沒有機會登場 所以不打副手 基本上可以用遊俠直接A過去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或用草原騎兵也OK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雅美尼亞會不會轉槍兵喔 唉唷還是轉槍兵喔 OK而且是速升槍兵喔 我們可以看到 雅美尼亞人喔 他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喔 升級下個時代的軍營科技的文明喔 所以黑暗時代喔 就可以造槍兵喔 那封建時代呢 就可以升級重裝長槍兵 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大級兵喔 這個文明特性喔 算是雅美尼亞的一個小小buff 所以城堡時代就有大槍兵 現在這些騎兵可能會有點難受 好草原騎兵直接硬嘟 嘟掉了一些 蜘蛛弓兵手 但最後是全部送光了 條命尼亞人 現在有非常大量的蜘蛛弓 蜘蛛弓數量來到了十幾隻 但這邊想要脫摸出琴頭子機 但有可能有點摸摸拆掉 後面有一隻抽名在修理 反正是這邊的蜘蛛弓兵手一直撞到城堡 最終城堡已經擊殺來到了十隻單位 蜘蛛弓還在送 送爽梅 好托曼這兩根堡 蓋了起來之後一直用巨頭瘋狂開山 甚至連大衝車早就已經升級好了 準備要來都更一波 好那這一波亞美尼亞人 很有可能會被獨爛嗎 好波攻努力的輸出 好從車越來越多 單槍兵也是 這個巨型頭C應該是能拿下城堡 好搞定 現在這個也拿下了 波曼要不要在後面補個馬舟呢 現在海域的部分完全沒有理的意思 好這波專注看一下這一波再 能不能收下巨頭 槍兵直接硬戳 複爾弓往前 直接開始針對後放清茶 好果然還是轉清茶 有槍兵 庫曼就只能轉清茶 或是投車路線會比較好 好那我覺得走清茶的話 操作性質 可以再更好一點 有人庫曼了 他有這個安息人戰術跟拇指環 所以打槍兵的話 相當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他用散彈效果 這箭矢多少打這個槍兵 其實血量掉很快的 好清茶開始慢慢 把水量給蓄起來 化水中點下了 現在一直扛著城堡傷害 亞美尼亞人好像很快受不了 結果槍兵出來 直接要包掉這些清茶 清茶直接快出爛 結果直接即時收村 收兵才對 好收了進去 現在數量還來不到10隻 那亞美尼亞人 帝王斯大還有一段距離要走 這一波工程讓他有點 彈 彈盡兩角了 所以現在這兩根城堡 暫時無敵了 甚至還可以繼續蓋城堡 繼續往裡面推 那這一點讓 亞美尼亞人其實有點難受 雖然黃金有 但是後面的經濟如果爆炸的話 農田也是要重新灑的 後面的移動也是喔 要再重新開弄才行 那這些經濟屋肯定會被堵到沒有 黃金要補一下 所以亞美尼亞人還是要想辦法 去把這些巨頭給收掉 那其實最好的打法 還是就是轉衝車 或者是轉騎士喔 直接去拆巨頭 但現在站跟城堡的情況下 似乎是沒那麼容易喔 看還是要不要先升帝王喔 然後自己也轉城堡巨頭先開丟之類的 不然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可能會被庫曼人喔 轟狂poke 好 庫曼家裡現在兵力其實不多 那臭名出現是135對136 兩邊的經濟喔 其實差不多的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準備要點帝王時代 庫曼剛剛馬來點了一個重裝馬弓 但是取消了 決定還是走清茶 OK 母子環葉布了 現在帝王時代還有3分鐘 3分鐘 3分鐘的時間 亞美尼亞人能夠拿到自己的優勢嗎 唉唷 沒有打到村民 OK 好 現在防守起來 海上還在 亞美尼亞人暫時 海上有優勢 出地戰現在就顯得有點沒有那麼有優勢喔 那現在對於亞美尼亞人對上這些衝車喔 跟清茶 出了復工之外喔 也可以轉強弩喔 或是戰毛兵 或是直接轉一個 重裝騎士流派喔 也是可以的喔 好 這邊清茶的效果已經展現出來 槍兵也是擋不住 國民只能開始跑 那之前道特有在職業賽裡面喔 選出亞美尼亞人 然後打了重裝騎士的騎士暴流程喔 那場好像打贏了一個騎兵國民喔 那個是真是 非常驚人的逆轉 那我覺得亞美尼亞人喔 他的經濟也是特別好 確實喔 想打什麼也是就打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限制戰 主要還是要透過自己的操作 去逆轉才行 好 下方的槍兵 加上衝車過來想要攻城 但是好像失敗了 好 村民拉人一起過來 好 直接硬扛 公車全部收光 復爾弓也是 好 亞美尼亞人終於點下了帝王時代 有少量的槍兵跟復爾弓做騷擾 好 知道帝王時代的 亞美尼亞點下了三級色 跟一級蛙石二級蛙精 經濟的部分開始慢慢補齊了 好 這邊直接手撕彈劍嗎 哇 撕掉了一台零炮彈劍 比青塔的 射的子彈真的是夠多 就有機會想撕誰就撕誰 好 青塔這邊高打低 到底射掉了一些蜘蛛弓 好 青塔這邊開始數量有大狐下降的問題 亞美尼亞人 點下了二級的工兵牌甲 還有化學 好正面的部分並沒有一個多線 其實有草原騎兵 但是我覺得影響不大 右邊主戰場才是重點 結果這邊 直接送了一些青茶在正面 弩炮彈船的傷害實在是有點高 但還好這還不是重型弩炮彈船 海戰部分可以繼續出一些弩炮彈船 可能會更好一些 或是要來轉這個頭石頭彈劍 趕快出一台頭石頭彈劍 直接砸 就可以砸掉這三台巨頭 如果沒跑的話 現在亞美尼亞人還是有海戰優勢 但是中間的黃金也是一個很好的加成 反正是庫曼這裡 黃金可能會沒有問題 那現在還好 煽動城堡 直接把這個礦區給控住 兩個副礦 直接都吃下了 那兩個副礦的黃金其實也沒到很多 也就大概6000左右的黃金而已 那現在挖到只剩下4000塊 只剩下4000塊的庫曼人 現在黃金並不是那麼的 有把握可以繼續進攻 那這邊可能還是要轉一些消耗比較少了 例如大洛馬 那現在庫曼人果然補了一些青奇兵 待會大洛馬要先補 主要是因為自己的消耗會賠不起 會消耗不起 待會庫曼人的各種打法 黃金可能都要留給衝車 或者是要留給巨型球死地 才行 或是清茶 所以現在轉優效的話 並不是非常好的時間點 好 好 亞美尼亞人也點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手推車也點下 但清茶路線也是慢慢蓄了起來 有15隻的清茶了 好 正面有一波 大洛馬開始往前送 亞美尼亞正面附的弓 加上奴炮戰船 很努力的想要擋住 庫曼的洛馬爆 好 其實傷還是不錯的 應該是能妥妥穩穩的 拿下一堆戰劍 好 一堆洛馬 不是戰劍 但是庫曼的清... 清... 已經打到了後方 哇靠 這個清茶怎麼還在土啊 哇靠哇靠哇靠 這個清茶越打越兇 好 庫曼正面 蓋寶有機會蓋起來啊 9798 這還是蓋起來了 哇這個城堡一起來 對於亞美尼亞人來說會有點壓力了 現在一台巨頭都沒有 趕快按 頭蛇戰劍現在也沒有 我們這些清茶用複合弓 稍微...直接肉身硬扛 好 加住了清茶的大量傷害 好 現在復合弓 上阿來到了四加四 八點傷害 好 這個就是復合弓箭所最高傷害值 好 現在復合弓箭所最高傷害值 現在復合弓箭所最高傷害值 好 現在復合弓箭所被送光 現在又拉了幾次 踩過來 好 下面的四生物直接被打爆 下面的四生物直接被打爆 好 下面的四生物直接被打爆 快了 雖然黃金已經歸零 好像也沒有辦法遣生物 好 黃金現在只剩下三個人在挖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七十個人挖金 財富自由挖金阿 哇靠 直接用金去換基礎支援了吧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打一打之後 春樹雖然有下降 但是並不會到完全崩潰的地步 那現在 庫曼人反而是有一台巨頭 被打掉了 好 頭車戰艦送出來了 這個頭車戰艦早點出來 可能壓力就小了 好 這邊城堡直接釋手 兩邊一個一換一城堡 好 大洛瑪直接上來硬抓 想要抓到頭車戰艦 但是沒有機會 頭車戰艦直接往前開閘阿 巨頭現在很害怕 這類的單位喔 好 頭車戰艦終於換掉 5號戰艦也換掉了一台巨頭 現在庫曼人黃金稍微做個買賣 換了一些黃金出來 好 點下了更多的青茶跟露馬 哇 感覺青茶有可能 庫曼可能會有點慢性死亡喔 但是現在後方的優勢還是蠻大的 這個兩台巨頭還是有城堡的防走 亞美尼亞的復活攻劣手一直有在前線喔 阻止巨頭的推進 那現在這一波巨頭也被抓到 但還好復活攻給壓力的關係 現在讓這些巨頭 並沒有太好的輸出環境 但是復活攻劣手來到43隻阿 這數量有點龐大了 挖金人數一直在維持70個人 都快把中間的黃金給挖乾了 應該還是要挖椅這樣子 當然這裏還有1萬塊黃金可以花呢 而庫曼人反而是已經來到了 只剩下8個人挖金 一定要透過買賣才獲得大量黃金的情況了 好復活攻過來 直接洛瑪直接上銜硬貼 好 庫曼在後方並沒有想要打海戰 所以後方並沒有戰艦支援 但是亞美尼亞有 好 亞美尼亞現在投射戰艦出來 沒有辦法打庫曼城堡嗎 好先用巨頭架起來 這一波庫曼人開始打出自己的優勢 哇靠大洛瑪直接往上硬頂 抓掉了一些數量 亞美尼亞人點一下奴炮戰船升級 所以現在後方的青茶又開始往前想要給壓力了 好復曼青茶已經提升到精銳了 5加3 兩邊傷害就是一下8滴的弓箭手 但是青茶有這個復活攻的優勢 十復活攻這個善誕馬功的優勢 好 那現在這裡 青茶數量好像不太夠 主要是在後面嗎 我看到了 這一坨青茶 開始打多線 正面有一些槍兵開始補了過來 青茶奴隸繼續射 好但是 巨型投射機一直在攻城 這個城堡是掉了 亞美尼亞可能要帶著錢死去了嗎 好沒有投射車戰艦 但是亞美尼亞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庫曼拿下比賽勝利 哇最後出了180隻的復活攻箭手 看來復活攻最大問題還是沒有拇指環的問題 射速太慢了 雖然他有穿甲效果 但是遇到庫曼這種射速快 而且有散彈效果的弓箭手的時候 復活攻可是會死一片的 那亞美尼亞人比較慘烈的是 自己架的TC 全部都被毒根掉了 只能到左側偷偷偷狗活 那這個是 大可這一場比賽打得非常好的一個細節 直接在右邊建立自己的新的基地 空到資源還是石頭跟黃金 但他在後面的發展 還不會到完全沒有黃金的問題 中間這裡的黃金問題 沒有辦法拿下就算了 反而是很努力的再進攻敵人家的後門 所以大可這邊細節打得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庫曼人大可拿下比賽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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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